目标上说小康是吧 小康是个很宏伟的目标 但在日本现在 我们小康已经是达到的 那比如说我们 小康的感觉怎么样 小康的感觉 那那就过日子嘛 过日子 就是说你有房子 你可以看病上学 都不成问题 就是主要主要的问题是 就是你怎么去成长 在你的职位上 你的收入上 你的社会地位上 怎么去追求 那小康这一关早就过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日本的很多年轻人呢 他们说 那每天打工 比如在便利店打工 没有问题 开过日子 完全没有问题 但这些人现在失去了目标 你看我就很有感触 你说的这个过日子 这个过日子啊 是个什么词 这是个中文 或者是个日本的词 你知道我昨天看一个电影 这个楼月导演的 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看到一个翻译 很有意思啊 他里边夫妻有个吵架啊 他不底下有这个中英文字幕吗 中文字幕 就是夫妻就说 你还过不过了 你还过不过了 那么你知道英文 他怎么翻译吗 我估计啊 英文就没有说 你还过不过了 这种就听不懂的 他的翻译呢 应该是准的 但是他英文翻译 就是说啊 你要毁灭这一切吗 就是你要毁了这一切吗 但是实际上中文说的是 你还过不过了 你发现这个中西的概念不同吗 中国人呢 这种 就说哎呦 我就觉得过 就是这种过日子啊 是一个 就平庸 像个猪一样的生活 也叫过日子 对吗 中国人就是过日子 你弄得多少喜怒哀乐 多少压抑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小韩羡慕外国人 想怎么搞 就怎么搞 都不过了 就怎么了 为什么就过日子 你看你外面中国东方人呢 就是个沉重啊 年纪轻轻啊 他就想怎么过日子 他 为什么人不过了呀 不买房子 他要是女朋友老婆的话 看到那张那张照片 就想提个字 也过不过了 没错 过不过了 然后小韩再写一句 你要毁了这一切吗 过日子这三个字 在日本人是没有的呀 中国就有 就是说我到中国之后 才有这过日子 日文是怎么来表达 日本就类似 我们要日常生活 是吧 但就是说我们说 看病上学 那我认为就是说 至少我出生的那个时候 已经是很正常的事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困惑也好 折腾也好 已经不在这个过日子的层面 而是说 你达到了一定的收入 一定的这个就是住的 就衣食住行 都解决了之后 那后现代化的社会 所以就是说 现在很多日本年轻人 不想在日本过了 为什么 他小康OK 但他的压抑特别大 就是这个过这个日子的成本太高了 您没有吃过日本 所以感受不到 但是说压抑感是特别大的 知道过日子没劲了 对 是吗 其实过日 日本是这样 日本你想想看 他这么少的人口 他的经济的总量 跟中国差不多 我们现在中国稍微超过一点点 但多年来 他是世界第二 他是这么富有 大家这么辛苦 你到日本 你就会有一个感受 假如我是日本人的话 我就在担心 Maintainness 就怎么保持这么少的人 生产这么多东西 这是很累的 在日本你会觉得 做富人是很累的 日本人做的很清洁 很干净 很精致 一块蛋糕包三四层 对不对 家里搞得很干净 但是会很累 相对来到中国人 真是没那么累 我觉得中国人 还是没有日本人这么累 而且但是中国人 正在越来越累 你像我就有这个体会 我是85级89届 89年毕业的大学生 我的感觉 我们比现在的大学生轻松 有个很简单的原因 人少 人少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这个跟人口有关系 一切的问题 你人口太多了 你这个大学一扩招 这不是一下子这么多的大学生 我们那个时候少啊 我就觉得 现在的大学生压力大 可怜 你讲的是对 他不是人口多 是大学生多 大学生多了 就竞争的人多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竞争的目标啊 尤其是物质方面啊 多了 选择的多了 以前大学生读的时候 你就想我读出来 你没有想过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没想过买车 买房这类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现在的人就是 很早就要再想这些问题了 然后又想找工作 但实际上真的很困难 我跟 我见过一个 就是说 有个北大的博士 有一次 我到北大不是上课吗 后来就跟博士聊天 你仔细听他讲讲 我真的替他忧虑 他说你现在留校 不可能了 位置都已经满了 留校 你也在北京的出版社 找一个编辑的工作 报纸什么 都很难了 你要不你哪里来 你不要成都来西安来 你就回那个地方去 你北大毕业 回到小的学校 二三线城市可以 你要在北京的文化单位 找一个工作 都是很难了 而在身边又有女朋友 要等着你来了北京以后 他也想来北京 你想想 然后他的学问 他的博士论文 要去查汉代的古籍 要去查悲透 那些是要非常静下心来 才做的好的事情 可他眼前所焦虑的是 那么多现实的困境 就算他做出来 又怎么样 还是没有工作 这已经是博士了我 而且我前一阵 我到我的这个母校 武汉大学 我突然有这个雅兴 去夜游了一趟 我至少从表面上感觉 我觉得这个跟学校的风景 好坏 有很大关系 因素 我们武汉大学 是全国最漂亮的学校 就在之一吧 其实我觉得比北大还漂亮 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人的表情看着悠闲 所以我就不禁认为 是不是北京上海的大学生 会比别的城市的大学生 压力更大些 但我觉得压力的大小 跟幸福指示 我认为是 不一定是不成比例的 比如说现在日本的大学商 很不幸福 幸福指示很低 人少 但就比如我们的父母 那一代是就日本高速增长的时候 就是跟今天中国差不多 那个时候的大学商 竞争力特别激烈 人也多 是吧 那就是正好在上升的阶段 压力大 要房子 要车 那现在跟现在中国80后是一样的 但他们那时候幸福指示很高 为什么呢 有分多的目标 有目标 有目标 最高的国家之一 至少前五名是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跟人多有关 也不是跟竞争有多激烈有关 而是说我们现在面面对这么一个事实 日本衰落是吧 那中国崛起 那我们还要干什么 你失去了目标 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纷纷的一到泰国 度过非常安宁的日子 就刚才的照片 虽然刚刚没有看 在照片上面看到 现在日本这些人其实时髦去泰国 就是到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 是到一个相对 很发达的地方 去度过安宁的日子 开始追求过日子 日本人原来没有没过日子 那到底什么叫过日子呢 那那那我怎么知道 泰国才叫过日子 过安宁的日子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有压抑感的日子 哎呦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天空调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杰宁舒适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一百年前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太太乐创造了鸡精 今天太太乐唱到鲜上加鲜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鲜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所以说这个什么幸福调查 我觉得这是下掰 因为这就是感觉 感觉对吗 感觉我就说你看说过日子 在日本过日子 在哪过日子 他们怎么过日子 成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就是你懂吗 包括成年人 包括很大岁数的人 你发现没有 就是你像有的 这个夫妻俩 就是离不了婚的 离不了婚 这个做老婆的 就是说你不要折腾了 我就是想过日子 不要跟我讲什么感情不感情 你看两者都有得失 你比如像在西方 他们搞的那些个 他就是说有爱情 咱们就在一起 没爱情 咱们就离婚了 对吧 东方的这个 搞到最后 就是疲惫不堪 然后就是说别闹了 别闹了 我就要过日子 不是不要再折腾我 你看一种疲惫 我觉得这是不是跟这个小农经济有关系 你看咱们这个一个家庭 往往搞成又是个生活单位 又是个生产单位 你知道吗 外国人你发现没有 他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所以你看他分的容易 何则离不何则去 中国你看很多 为什么离得很难 两口子同时还是个生产单位了 老公的工作可能有一半都是老婆在幕后在操纵 你明白吗 这个你失的一切啊 这就真过日子了 说你要不要过日子 你要你要是一离开啊 那真是国民经济巨大损失 整个你的生活就塌了 你说是不是负担大 离也是一种奢侈 你一离的话 你就现有的东西就一分为二了 一分为二再一打折 对不对 大家生活日子就不好过了 看下来都会这样 但日本人是不爱变化的 就是日本的夫妻 就是说你看到老公有女人 家里面有女人 但不离 就为了孩子 日本这方面是很死板的 非常执着 其实刚刚我也觉得很复杂 就是日本一方面觉得现在有问题 但又离不开现状的生活 就是这种按部接班的这么一个日子 包括工作 日本终身雇佣嘛 把一辈子一辈子扔给一家企业 家庭呢最好不要离 日本的离婚率应该比中国低 那按说他心里应该觉得稳当啊 一切都没有变 不像中国总是在变 所以有可能的日本现在 那这次日本当那个大地震啊 发生以后 我我我最近都在日本嘛 就是说没有变 整个的大街 这个在超市各方面都没有变 日本依然接受这么一个现状 按部接班的 不离的 就不离开家庭 不离开当代的这么一个生活 按说经过了这么一个末日灾难啊 更应该像我们小韩希望的那样 想怎么搞怎么搞 才对吧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大的区别是他们什么东西都在自己内心挑战 不像我们保护 as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